Sandy 吳山儒和交往五年的王先生 在29號舉行了浪漫婚禮 有一票好友到場祝福 這位竟然還直接生命現身 你今天的造型非常特別 沒有沒有 因為我找不到內搭的 西裝真的偏少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穿這麼露的 所以你裡面是 欸 露色的 怎麼樣 而這次Sandy請來她的好閨蜜 未如雲燕肉中散人擔任伴娘 說起心情他們居然比新娘還緊張 應該是我們四個都很興奮到緊張 睡不著 你們為什麼要緊張 我們的好朋友要出場 對 而且今天症狀其實蠻大的 對 所以大家都有點 期待又興奮的心情 很激動 而且很替她開心 因為這一刻我們也等了很久 所以Sandy睡得很好 我覺得Sandy應該就是睡睡醒醒 她很期待婚禮 然後也很期待很興奮 很高興可以自己組成一個 完整的家庭這樣子 我認為2022憲哥的兩個女兒 如果不避孕的話 其中有一個一定會懷孕 2023憲哥要當外公了 所以你們透露生子計畫嗎 應該就順其 順其自然對不對 但她有說目前沒有 今年還沒有 她說今年不會 如果這次再算不準的話 我就再躲一陣子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剛完成人生大事的 佩慈也來囉 升格人妻的心情 大家都很是關心 我覺得一切都很好 然後就覺得 雖然有點噁心 但真的覺得人生的幸福指數 到達了一個 跟我身高一樣高的程度 那有準備要生小寶寶嗎 哇 大家真的很喜歡 下一題就接著提問耶 那我同意跟大家說 我今年不會生小孩喔 明年會不會我不知道 但今年先過兩人世界 不管如何 大家一定要很很幸福就對了